首先想提提有心移民英國的朋友 英國政府更新了BNO5加1簽證的指引 不用擔心 不是甚麼大的改動 只是在7月20日之後 如果你想移居英國的話 離開香港之前 就要先申請BNO5加1簽證 等結果出來批准 才好去英國 否則有機會不獲允許進入英國 因為之前即使你沒有申請BNO5加1簽證 你都去到英國 去到之後可以用特許入境許學 進入英國國境 方便大家提前去到英國 即所謂的Leave outside the rules 簡稱是LOTR 但在7月20日凌晨開始 這條路就走不通了 如果想去英國 就好像先前所說 一定要離港之前 先申請BNO5加1簽證 等候結果 獲得批准才好起行 如果不跟這個程序的話 就可能進不了英國國境 過去英國政府已經幾次延長了 這個LOTR的申請 2月18日公佈消息 延長到3月31日 3月31日公佈 延長到5月17日 5月17日 又再延長到6月21日 但在6月22日 會延長到7月19日 自從BNO5加1簽證 在1月底開始接受申請以來 英國政府到4月中 已經收到超過3萬5千宗的申請 這個數目都頗大 平均每個星期都有3千宗 如果你是選擇一心留在香港 以及想繼續在香港置業的話 就有需要留意一下以下的這宗新聞 上一個月熱賣的新世界港鐵樓盤 大圍柏奧莊3 創下了香港賣樓歷史的很多紀錄 除了在賣樓方面創下了紀錄之外 這個樓盤也創下了另類的紀錄 有兩棟樓宇 昨天爆出了 部分長新結構運營土檢測數據未達要求 而需要拆卸重建 一共影響846戶買家 預計入伙的日期 也需要延遲9個月那麼久 樓宇要拆卸重建 應該是第一次在香港發生的 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環境界議員 謝偉傳 對於這件事都覺得非常驚訝 說從來都沒有見過 有樓宇是興建了超過了10層 才發現類似結構問題 而需要拆卸重建 這當然不是一個好的紀錄 新世界昨天公佈 6月中收到承建商的通知 柏奧莊3第8座部分長新結構 運營土檢測數據未達要求 屋宇處昨天公佈 亦說在6月18日 收到項目結構工程師的通知 只根據第8座7至8樓部分鋼筋運營土支柱取養的抗壓測試結果 發現所用的運營土強度 低於屋宇處批准陶跡的指名等級強度 當時已暫停在這座上蓋的工程作進一步的測試 不過問題是新世界沒有因為這個原因 是叫停了6月20日賣樓的活動 6月19日接標時 更加收到超過30500張票 打破了香港開埠以來 是開埠以來的新盤收票的紀錄 而根據成交紀錄策所顯示 項目在6月18日之後 一共是賣出183貨 這183貨是未扣除兩個已托定的個案 佔了受影響846戶 買家超過兩成 樓價也不便宜 包括用成交價7650萬 10尺價45133元 成為新界分層單位最高尺價的 1A座62樓A室 頂層連天台的四房雙套特色戶 單位的實用面積是1695方尺 新世界說 在7月6日已主動通知港鐵和屋遇處 確認全面的測試結果 還責成了承建商要徹查事件的成因 是否涉及到人為的疏忽 或是監督責任等等的問題 還即時撤換了工程監督的團隊 港鐵亦表示十分關注事件 要求發展商提交詳細徹底調查報告 及跟進工作 確保樓宇符合已獲批設計要求 還要充分考慮受影響買家的利益 攝氏的成建商、協性建築集團 其實是新世界旗下的建築報紙一 屋宇署都說在7月6日再接獲通知 同時亦說明就項目其餘五棟 已經完成上蓋主體結構工程大廈的大廈 都要做額外測試 還要有關部門提交這個報告 處方亦有就違反建築物條例展開調查 要看看調查結果 按照條例的規定 看看採取甚麼適當的行動 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 真是無其不佑的事 每天都在發生 不過有一點令人難以理解的就是 香港一向有一個非常高質素的工程監管框架 架構程序 為何會出現這個問題呢 實在令人有些難以理解 可能香港真的變了 不過新世界也算是一個負責任的機構 他們已經公佈了賠償方案 以樓價1500萬的單位來計算 如果你是買方選擇繼續完成買賣合約的話 是有一個賠償的 金額去到115萬 如果買家說我不要了 我要取消這個交易 都有一個賠償的 就是31萬 有消息說 連同拆卸重建和賠償的費用 預料牽涉的資金是超過10億 有業界人士提醒買家 選擇繼續完成交易的買家 銀行或要求有關的補償 需要在貸款額內扣減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說 將會檢視所有受條例規管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文件 如果發現有違例的話會跟進調查 而消費者委員會就促請發展商 快點向受影響的准業主 講解一下賠償的細節和重建的計劃 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幫助買家作出究竟是繼續 還是取消交易這個決定 還提醒消費者如果有需要的話 是應該要徵詢獨立的法律意見 保障自己的自身權益 如果我不懂得建議大家做甚麼事 只可以祝大家好運 MUZ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